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,风向几天就变一样,说实话,能够拥有真正的朋友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 有的时候一开始,大家还是情同姐妹,但是随着后续的发展,彼此的职业规划,或者是接洽广告的时候,组合有重叠。 这个时候到底是朋友先行还是个人先行呢? 其实谁也不好说,所谓真正的友谊,更多的还是学生时代,积累下来的比较牢固。 那个时候大家都心无旁担,彼此都知根知底,即使是到后来彼此有了名气,还依旧记得记忆中那个上演的样子。 杨子在读书的时候就结交过这样的朋友,并且还延续到了现在,比如说理线,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牛俊风。 最近是牛俊风的生日,杨子就在微博上发文,为牛俊风庆祝生日,验证他们历经十年,依旧不变的感情。 同时也勉励牛俊风要在今后的道路上做你想做的。 杨子刚发完,牛俊风就火速赶来回应,看牛俊风和杨子的相处方式,依旧是以孤独的方式为主。 即使这样,也依旧能够看出来,两个人之间的友情,祝福两个人有一场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